扑球技术是在对方出现失误时进行往前突击进攻的技术手段 在比赛中抓住时机果断扑球能达到一拍扑死的效果 现在我们进行往前扑球的教学 扑球它是在对方的往前放往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或者在本方前面一个戳球达到很好的效果 对方出现回球漏洞的情况下 属于往前一种突击进攻的手段 那么扑球的应用往往能一拍置于对方死地 所以说也有人说扑球是往前的杀球 当然技术动作有所不一样 下面我们先进行正手扑球的练习 由于扑球的动作非常近往 所以在击球时至于拍面击球网以后 及时地往本方往回收拍 以免造成碰网和清理对方场期 特别是这拍面不能进行 直接用小臂手腕压下去 触网造成犯规 在击球点那一刹那拍面往本方后场回收 我们刚才进行的 现在进行的是跨一步墙往扑球 还有一种突击的是在你第一拍戳球成功 技术很好的情况下 对方重复放网 出现漏洞 这个时候可以用突击跳步 进行把球扑死 这要有很好的判断和启动 好 下面我们将进行反拍的扑球 前面说过扑球 它要有一个很良好的判断启动 最后完成动作时 注意一个出手的动作 下面我们进行反拍 跨一步 这是在很主动的时候跨一步的扑球 注意拍面往本方收 别不能造成碰碗和侵入对方场期 下面再进行反拍跳步扑球 有点高 铺球的技术到这边 我们把前面的技术我们小结一下 铺球首先要有良好的机球点 和良好的判断 以及腿部的爆发力 另外出手的时机 要用手指的力量 把球往对方扑过去 千万不能用小臂和大臂带动 那么容易造成碰碗和侵入对方场期 造成犯规 铺球技术应该是 在放碗搓球 以及勾对角的基础上 寻找机会 大胆的跳起 达到一拍把对方扑死的效果 希望大家在 练好往前技术的基础上 可以大胆的尝试 铺球技术的练习 今天铺球的技术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